胡人球迷会怀念卡鲁索吗? 你看看那天狂扔三分的球哥 你就知道卡鲁索对老东家做得有多体面了 全场34分钟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 六个篮板五个助攻两个强断 但正负只是全场第二高的正28 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影响着比赛 低调极了 加盟公牛之后除了个人生涯第二高的7.5分之外 还有联盟第二高的场局2.5次强断 卡鲁索是个怎样的球员 相信没有人比胡人球迷更清楚了 他是一个后卫 但控球不是他的想象 突破并不强 三分虽然有40%上赛季 但投的太少了 但卡鲁索身上就是有一种魔力 只要他上场球队就能打出能量 过去两年他也证明着自己是联盟外线好的防守球员 詹姆斯说卡鲁索是一把瑞士军刀 在场上能做任何事 而对于卡鲁索来说 他在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当做最后一分钟 所以他才被所有人喜欢 2019年夏天 此前连续两年拿到双向合同的卡鲁索 终于拿到一份正式合同 当时有十几只球队对他感兴趣 但他最终和胡人签了两年550万 两年后 当公牛开出四年3700万 卡鲁索想的还是胡人 他为胡人能不能给一份类似的 或者更低一些胡人回绝了 当节目主持人问他 是不是两年1500万 卡鲁索表示比这还低 所以3700和1500 怎么选自然不用多说 你能看出卡鲁索对胡人的感情 他毕竟从底层爬起是胡人给了他机会 当然更重要的是 卡鲁索自己赢得了那些机会 他是时候去拿到更多 毕竟生活大于篮球 当然对于他来说也大于胡人 我会探索的 好 好 耶